无人机革命中国的植树造林 中国一直在利用尖端技术加强植树造林工作 特别是在偏远和人际罕至的地区 重新造林是减缓气候变化 恢复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关键战略 然而传统的植树方法往往达不到国际目标 进入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正在改变大规模植树 尤其是在人类进入受限的偏远地区 AirSeed是一家开拓性公司 它部署无人机以惊人的速度播种 比人工播种快25倍 这些无人机每天可以在危险或偏远地区等具有挑战性的地形中 投放多达4万个种子甲 到2024年 AirSeed的目标是每年释放1亿个种子甲 无人机扫描景观创建目标区域的3D地图 利用这些数据开发了算法来确定最佳种植模式 然后发射无人机执行精确的种植策略 确保种子被放置在能够茁壮成长的地方 一旦种树基于卫星和现场的传感器就会发挥作用 这些传感器持续监测诱林 提供有关生长健康和环境条件的重要数据 与通常缺乏长期审查的传统重新造林计划不同 无人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持续的保护和管理 无人机可以有针对性的种植特定的树种 在生态多样的地区 这种精度确保了本地物种的重新引入 促进了更健康的生态系统 例如 在黄土高原 无人机成功种植了油松和山楂 这两种植物对土壤稳定和野生动物栖息地都至关重要 在三江原地区 无人机帮助恢复了青海云山林 使难以捉摸的雪豹和其他野生动物受益 中国致力于通过无人机技术重新造林 这体现了创新 环境管理和社会影响的交叉点 随着这些嗡嗡作响的病原体继续飙升 它们带来了一个更绿色 更具韧性的星球的希望 一个森林繁荣 生物多样性繁荣 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星球